把檔案清空 我們這裡 Preference 清空 我們接下來要來講 輸入參考圖 跟視角紀錄 輸入參考圖 是在這邊有一個 Texture 那一開始的話 它這個Image Plan是收起來的 你要點開它 這裡有一個 Load Image 選一下 這邊記得要改 JPG 你才看得到 那就會可以把參考圖 輸入進來了 然後記錄視角有兩個地方 可以記錄一個是在 Texture 這個原本它是都會 縮起來的 Texture它原本會縮起來 你要把這個 Reference View點開來 這邊就有前式圖 後視圖 右側 左側 這個紀錄視角的按鈕 那還有一個地方是在Document 也是最下面這裡 一開始它也是會縮起來 你要先把這個 點開來 就可以看到視角紀錄 按鈕 那我的UI 拉出來的是從Document 這邊 拉出來的 所以說同學 你如果說 有記錄視角的話 要調整的話 都是在Document這邊做調整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來 教大家怎麼 對著這個底圖 然後用地球來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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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地球來拉模型